我们一起学猫叫 一起喵喵喵喵喵 这首歌听过吧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 除了学猫叫 法国每年还会举行一次学猪叫的比赛 谁学的猪叫最像 谁就是冠军 每当这个赛事开幕时 就有很多人慕名前来观看 这是一个小镇上举行的比赛 题目的就是宣传这个镇上的农业 下面我带大家一起来体会一下 学猪叫大赛 首先上场的是玉米猫哥 什么 这是猪叫吗 难道中国的猪和外国的猪叫声不一样吗 咱们继续听 说实话 这我算是长见识了 不畏的猪原来是这样子叫的吗 现在是墨金哥上场 这是练海豚鹰吗 笑死我了 这个声音我熟悉啊 过年的时候杀猪 猪就是这样叫的 这个墨金哥厉害啊 你还别说跟杀猪的时候是一模一样啊 台上第一次响起了掌声 现在上场的是白衣服小哥 白衣服小哥先是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然后把话筒拿了下来 这是什么玩意儿 都把我整得不自信了 大哥对不起 我错了 原来你刚开始是跟我们闹着玩的吧 好家伙 这就是猪精变的吧 我真的是笑的不行了 一个字 现在是胖妞大姐上场 一上来直接开始了 这不仅声音像啊 连动作都模仿起来了 呸佩服佩服 大家看这个体型 不好听的话 我就不说了 我就是图一个乐 胖妞大家好像乐在其中 大家认为 这三位谁学的像呢 大家都知道 拔河比赛是用手来吧 可能就有朋友问了 拔河比赛当然是用手了 不然还能用什么呢 外国就有一个用耳朵拔河的比赛 两名三赛选手面对面坐着 然后用一根细绳子 套在两个耳朵上 然后就开始使劲吧 龟子和拔河差不多 把对方拉过来 但是耳朵还有一个龟子就是 绳子从谁的耳朵上脱落了 谁就输了 这个考验呢 不仅仅是力量 还要看你的耳朵够不够挺 能不能挂住绳子 不得不说外国人脑洞真的是太大了 什么奇葩比赛都有 不过这么细的绳子 拔起来不会疼嘛 有的参赛前手甚至被勒出了血 这要是力量大了 耳朵被割下来都是有可能性的 参加个比赛 结果变成了一只耳 那就太不划算了 这个比赛叫WEO 是艾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举办的 在美国也算得上是一个运动会了 他们的口号不是什么 强身健体这一类的 目的只有一个 好玩 因为在比赛的过程中 有的学生会疼得呲牙咧嘴 或者使劲的时候 面目表情特别丰富 其实这个比赛 跟艾斯基摩人的生活方式有关 因为他们生活在寒冷的北极边上 这个比赛可以锻炼他们的耳朵 加强预寒能力 WEO运动会上 除了耳朵拔河 还有耳朵举重 就是在耳朵上挂上一个重物 谁能提着重物 走得距离最远 谁就是赢家 我怎么越来越感觉 像是挑战不可能节目了 什么眼皮拉汽车 头发拉汽车 大家看看这位光头哥 耳朵上挂了11公斤的重物 缓缓起身 虽然双手背在腰上 开始围着场地环绕 光头哥看上去非常的轻松 走得也特别的快 很快就走完了三圈 此时光头哥的耳朵 有点不堪重负了 整个耳朵都在下垂 眼看下面的重物就要掉了 还没说完 重物就掉了下来 不过耳朵挂着11公斤的重物 走了这么久 这个耳朵功能也是蛮强大的 大家看看 参加这种比赛的人很多 后面还有很多观众在看 难道外国人喜欢看这种 耳朵举重比赛您听说过吗 这是北美艾斯基末人举办的 WIO运动会 其中一项比赛就是用耳朵举重 首先上场的是这位小哥 瞧他这个硕大的耳朵 下面挂的也不知道是个啥 我看这个赛事的规则 是要挂11公斤的重物 哎哟我的妈呀 11公斤啊 大家看看这个小哥的耳朵 感觉都要被拉下来了 此时他已经走完了第一圈 哎哟我怎么感觉 马上就要掉下来了呀 现在已经是第三圈了 这位小哥还在坚持 旁边的观众都在给他喊加油 哎哟掉下来了 这位小哥是直腾的无耳朵呀 他走了三圈 紧接着上场的是白衣服大爷 这个白衣服大爷是人老心不老呀 耳朵也是非常的大 很容易挂住下面的重物 现在大爷已经走完了三圈 只是背有点脱 第五圈大爷明显有点撑不住了 重物还是掉了下来 大爷摸摸头走下了场 这生活在不同地方 身体构造还真是不一样啊 哎你看他们的耳朵又大又厚 现在是一位大姐上场 大姐小心翼翼的起身 哎哟很可惜 刚准备走就掉了 此时又是一位胖小伙登场 他也是刚刚准备走就掉了下来 看来这个还真没有那么容易呀 此时是一位年轻女子上场了 她把绳子套在耳朵上 哎没有掉下来 她开始绕圈 其实我觉得这个女性应该会有优势吧 毕竟天天戴耳环的 哎哟我还没说完呢 这位大姐耳朵上的中午就掉了下来 接下来是一位大叔 这个大叔耳朵往后翻的 很适合挂东西 很难掉下来的 很快大叔又走完了一圈 但是大家看他的耳朵 嘶嘶地勾住了绳子 这已经是第三圈了 还是相当的轻松 旁边的观众都沸腾了 大叔面露难色 应该是被绳子勒得疼 呲牙咧嘴的 现在好像是第六圈了 这位大叔还在咬眼坚持 此时耳朵已经被勒得往下翻了 哎哟果然重物掉了下来 大叔挂的是11公斤走了五圈 哎哟我的妈呀太牛了 这耳朵比大耳朵涂涂的耳朵还要厉害 大叔应该是冠军了 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这样的比赛都能举办运动会 太牛了